而在首尔韩国国防部则对韩中防空识别区有部分重叠表示遗憾 只无论中国与日本如何划设防空识别区 都不会影响韩国对苏延交的管辖权 而为了避免国家利益受损 韩国将会与中国磋商事件 有韩国军方官员早前透露 由于韩中重叠的区域大约宽20公里长115公里 面积不算太大 再加上韩中之间拥有防止偶发冲突的热线 因此在防空识别区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